六甲骨是台湾第二大的股 為了六爺的掌握在土甲村 三四年前就在橫区裡面 只有一層六甲骨的股地 進行相關的生態豪佑 如今已經有不錯的成果 當年若九五六月分 就能看到大量的六甲骨在這裡出現 引進一些腐植土 來培養它可以生幼蟲的環境 然後每天就是從五月份五月底開始 我們就會開始來記錄 它每天出現的一個時間 那園區最多也可以到一天 可以發現上百隻的獨角鮮 隨著時代進步 現代人越來越早接觸到六甲骨 從初獨家村從六月齊開始到七月齊到 安排獨角鮮與他們的產地 體驗活動 從小孩實際六甲骨的心態 那園區也特別針對這個 每年這個獨角鮮的季節 來推出這個親子的體驗活動 就是透過課程去了解獨角鮮的一生 還可以實際的來去觀察 跟這個獨角鮮來互動 來做讓小孩子 對於這個台灣第二大的這個 這個金龜的甲蟲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是非常好的一個 自然教育的環境 歡迎大家可以上 尖山皮獨家圈的官網 去了解相關資訊 自一百十年開始 直到六甲骨生態的期間 六甲村每天都會做記錄 今年已經有發現670個六甲骨 不過很苦也提醒 不可以黑白種六甲骨抓回去 好賓獎要做回收好在地心態 感謝新聞歐一代 Lunia 蔡宏博的 好賓獎要做回收 谢谢大家